跨越黨派,不分黨派,最大共識就是七缺八丈 七年前開出的這些口號,是不是變成空頭支票 我想每一個年輕人應該心裡面都有一把詞啦 包括年金制度,教育制度,能源,還有人口結構,長照體系 還有出生率低落的問題,環境污染,財政問題,司法問題,食品安全,貧富差距 青年就業,社會安全網,青年低薪等等 當時候這都是他在進行的時候認為是 整個我們社會和國家所面臨的成科需要改革,需要突破 而且承諾要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實現所謂的世代正義 把一個更好的國家交到下一個世代手上 跨越黨派,不分黨派,最大共識就是七缺八丈 那今天這個年輕人的問題,我認為也百分之百跨越黨派 想要落實在居住正義的這個狀況下 我們青年完全看不到未來買房的希望 那演變而來,現在有非常多的躺平族的這個風潮 房價政府要先處理的是投機炒房 我相信這幾次的這個打房政策裡面對投機炒房這一個有相當的成效 那至於房價會有區位的問題,會有景氣的問題 那這一點有相當的市場機制 我們先防投機,我相信這個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整體來說,確實製造業的薪資是高過於服務業比較多 那所以這幾年其實民進黨的政府,我們花很多力氣希望做到服務業的這個服務的價值跟這個的工作 尤其透過一些數位轉型的事情 那現在也有很多年輕人,其實投入到服務業的時候 他帶了創新的部分也替服務業提高了很多的產值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貼一個刻板的印象 好像年輕人從事服務業所以造成低薪 不一定是這樣子的因果關係 我們接下來還是會持續讓服務業的產值跟價值持續的上升 那年輕人會在這裡面扮演創新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政府會全力支持 明明日跟您的創新更加速 保安 這次穿落後的努力 有的話可以在這裡嗎? 是的,我們走得到… спрос中我們想往前,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坐在這裡…